B.F.G 4.0 代州閃電郎成為2024春季賽總冠軍 歡迎大家來到GCS2024春季準決季冠軍賽的比賽現場 進場先盪了一圈往前直接抓人容易落下了 喔 被踩到 來 但可愛已經先把DK給放倒 再往前進這個 這三 你覺得這把B.F.G可以走向 B.F.G 阿玥已經倒下了 而且這一座高地也沒了 B.F.B. 提進到了最終的冠軍賽事 超大 有點帥 B.F.G A.B.F.G B.F.G C.K B.F.G B.F.G 爆過來 B.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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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 已經有爆開來 爆開了 已經帶掉了 地盤之刃 爆炸傷害好痛 可能應該要走 欸 沒放倒了 你說放一座高嗎 欸 踩到欸 直接往前壓進去 黃金香平 被秒殺了 倒了 被爆炸了 看到不掉了 這邊也必須往後撤退了 反正在壓位子 余祥這邊一直升回到獵盤 萬翔轉進來打成這個獵盤 完蛋應該已經結束了 無法挽回長張的頹勢 24分鐘之八秒 恭喜BFG4比0 帶走閃電郎成為2024春季賽 總冠軍 哇 今天的BFG真的有點太強了 有沒有想過 可以碰到對面珠寶 結果之前力行賽 背6比0 就是感覺大不贏對面 贏都有點突然 很不像現實 第一個想法就是 怎麼莫名其妙又拿了一個冠軍對吧 那冠軍就是選一個天使第一人和 突然會來就會來 不會來就是不會來 我得說這次贏下來跟3年前那次感覺 滿像的 就是很突然 所以就突然就4比0了 我就會想說 真的沒有下一把了嗎 就很像在做夢 太不真實了 其實滿冷靜的 但也有一點虛幻 對就覺得 有點不可思議喔 就是很替覺得 主要是先團隊然後再個人 對團隊好 我就覺得是好 就感謝可能那個一開始 原本拒絕我加入職業的家了 然後突然變成 轉換成支持這樣 然後拿下了很多的冠軍 然後粉絲有可能 有些人是從2018 都看到我看到現在 都不知道幾年去了 不管是我去哪一隊都是支持我 就其實這三年來 粉絲都來來去去的 然後中間成績不好 其實也被推了滿多粉 這幾年來一直支持我的粉絲 真的特別感謝他們 然後也為自己驕傲 今天為他們拿下這座冠軍 我剛剛在台上贏了 有點太猛忘記感謝公司了 就我特別感謝 豪哥跟童哥還有板妹 不管我們狀態不好還是怎樣的 他們都不會責怪我們 就反而給我們一些特別的活動 讓我們去更有自信 讓我們團隊更有凝聚力 希望能先進現下賽 目標才會更有 然後這次如果是以冠軍出現的話 我覺得我們整個團隊的自信會更高 有機會突破八強 打得更遠 我現在的目標應該是 希望隊伍可以找到四強 只能傳送一點 可能比賽上可能第一次打 就讓他超輕鬆吧 去想要秀 想要秀誰去吧 年輕人就是敢操作啊 但重點後面要有人扛得住啊 我打國外隊其實沒有壓力 就看驗驗的運動 扛住壓力 我會經歷在 APL再哪個冠軍 我經歷了 請繼續在APL幫我們加油 APL GCS無隊 衝啦 MING PALE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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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